将生命的体物刻画与创作的雕塑家张子龙 首度印花连线文化局邀请 在石雕博物馆举办了润物系无声雕塑各展 展示了20件经典石雕、木雕还有金属大型室内作品 转期到9月25号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参观新商 曾赴日深造受现代主义启发和日本文化 追求不数精致之美影响的台湾现代雕塑家 打造北海岸秘境、子龙山坊连昌署的张子龙 首度印花连线文化局邀请 在花连石雕博物馆举办润物系无声张子龙雕塑各展 展示20件经典石雕、木雕及金属大型室内作品 鼓励民众透过触摸其作品 感受创作者的真实体验、生活点滴 越简单的造型就越难做 那我的又是又要解捏、又要造型好 那当然就是再来就是面 跟我们看到一个四级线的一个处理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呢我这样子做 我问怎么说我希望我们家能不能摸它 至少我常常讲说在我们的艺术镜赏里面呢 我们因为在展场有些东西怕危险 所以就是尽量说叫我们家用眼睛看 不能摸 这一点呢事实上我是蛮有意见的 我认为说我们的艺术教育在这方面必须要去改变 因为我认为建造展场来观赏人 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他是喜欢的 他都是很好他会是爱情作品 我用了不同的食材 因为食材对我来讲 我发觉食材很漂亮 那有机会拥有什么样的材料 我做什么样的处理 然后事实上这个我常讲他是我的化身 老师的一些生命经验和性感 对是我的化身 因为我每一个东西我都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我来做它 那当然我要做到我自己高兴我自己满意了 然后我认为它就是我的 我才愿意让人家看 该展分三大主题 包含呈现机理、光线和曲线的石雕、细论 贴近生命本质的木雕、蒲锈 以及透过张力与空间商榮对话的金属雕塑流光 张子龙表示 每件作品都是我的化身 底座也是作品的一部分 并且坚持手工积累数月而成 所有作品都开放观者触摸 静下心来沉思冥想 即日起展出至9月25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记者长帮燕华您是报导